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盛帕斯 出門在外只有盛帕斯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會員推車 今天來到現場是我們的 深度會員 小韓 你的朋友都叫你韓 對 對 漂亮 我也都這樣介紹自己 真的假的 他就是戴個盤 他其實蠻挺的 職業軍的 剛退伍不久 再來一個就是他原本呢 他自己開的是Focus的四代 對四代Focus 四門的 那這個呢 因為他這個Focus 我們之前也在我們這邊 頻道能見度也不算低 連ST啊 從2代2.5代3代ST 我們一路都拍過了 所以我們就這個 跟他討論溝通了一下 那問他說 對什麼廠牌的車子 有一點興趣 當初買車也有研究 也有考慮 對不對 本來他對車是沒有興趣 開始買車開始做研究 也是因為這個 買車這個機會 才認識小師哥的頻道 然後進而加入會員 抓到 你看 對對對 我倆說這個不是 不是只有女孩子會這樣而已啊 男孩子 抓到我也是抓到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他說他對Vovo車 其實滿有好感的 好感度很好 小時候叔叔就是開Vovo車 然後其實那個時候在車上 給人的感覺就是比較安全的感覺 當然我叔叔的開車的習慣也滿好的 這也有差 所以我從小對這個牌子的印象分一直都很高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很有勇氣啦 我們用10年的S60 來挑戰一下 他現在開了兩年的Focus 讓他比較一下 等一下再讓你感受一下說 到底操控上面引擎辯物箱 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這台是這個1.6的旗艦版本 是有天窗的 鋁圈的部分 他原本應該是235的4517 但是呢我們現在上面的這個鋁圈 拆皮呢2354018 變得更薄一點 鋁圈更大 那我沒記錯的話 他這前面應該是前車主也有 去把它做一個熏黑的處理 感覺比較有殺氣 嗯 他這個車頭 他這個因為是比較舊款的車頭 所以他中間有一個小燈 大燈的兩側 那後來改款之後 新款的車頭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然後他都會有配這個大燈清洗機 我覺得沒屁用 多一個東西壞 對多一個東西壞 你看這種人就是好 好講話 哈哈哈哈 我最喜歡這種客人 一來說這台沒有盲點 我跟你講沒盲點就少一個東西會壞掉 怎麼沒有電動椅 拜託電動椅 椅子一輩子才喬幾次而已 對不對 天窗以後會漏水 不要有天窗 這樣賣他陽春車很容易 哈哈哈哈 都賣你最簡配的就好了 對 好不好 首先你覺得這個車頭的感覺 你在路上應該看到蠻多的 對 那你覺得這個車頭讓你感覺會覺得老氣嗎 現在看起來 其實不會啊 因為我覺得可能跟前車主的改裝也有差 其實還蠻好看的 這個側面其實還蠻好看的 這很好處理耶 這等一下看有沒有機會 不挑啊不挑 弄一弄說不要再塞好爐了啦 以你的肯定 直接牽來VOLVO回家 這前台就有沒關係 我店裡面還有XC 哈哈 看是他40還60我也有 欸他從屏東來耶 對啊 從屏東沙上來耶 對啊 真的來我們家拍片 真的是像在玩一樣 對 這沒有難得的機會 欸很難得啊 對啊 在YouTube上去 他以後你帶母生的 小孩長大 你可以說你看 你爸以前也在小師阿公這裡好嗎 哈哈哈哈 多麼的愛玩 要拍給人從屏東沙上來 對啊因為在這上面 這個是會一直存在的啊 對啊 那我們來繼續看喔 因為它是高級車 所以它側面其實做了很多 這個電鍍的飾調 那主要呢 其實它的車的折線 都給人家一種 非常安全的感覺 那我再強調一次 雖然敲這個板筋 不能代表這個車的安全性 但是呢 我鼓勵你敲看看 說這個板筋的感覺 欸對耶有差耶 哈哈哈哈 跟我當初 我在買車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多 你上的Toroda Torona 馬三還算厚一點的 對 我其實自己感覺上來 對 再贏區也是開山裡 它給人敲起來的聲音就有差 比方說裡面空空的感覺 是有感覺的 我跟你講喔 也有很多這個 不管賣新車的業務人員 或者是賣中古車的業務人員 會看我們的頻道 我在這邊看小師長知識一下 賣VOVO的車有沒有 你什麼都不必說 就像我剛剛這樣 說我雖然知道 這跟安全沒什麼關係 那你可以來敲敲看 來試試看 一腳 唉唷 都會這樣喔 十個有九個就會這種反應 唯一那個沒有這種反應的 它可能現在在開賓士 所以你洗不動 洗不動 老賓士洗不動 我跟你講 對現在賓士其實敲起來 也沒有硬喔 VOVO其實 它在這個時代跟福特 還是有淵源的時代 它現在是越走越開了 所以呢 其實它很多地方啊 你可以看到福特的影子 比如說它的引擎變物像形式 甚至引擎裡面的配置 底盤的配置都跟Mondel有一些車系 其實還蠻接近的 其實蠻多人不喜歡它這個車的屁股 他剛剛一看就說 這雙出五尾管蠻帥的 對啊 怎麼會不喜歡 如果說硬要講它有什麼 我比較不好可能旁邊有點胖 喔你覺得這有點肥 其實它的S60 S90 就是它後來燈好像就 坐得有一點 這邊越來越長 它還有一個像爪子一樣這樣 對對對 哇 這樣 對它變有點 對它變有點 C字型耶 那種感覺 細緻型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再來一個 因為它開的也是四門版本 這很特殊 他剛剛有強調說 因為它喜歡有屁股的車 我喜歡有屁股的車 所以代表 小韓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沒有說現在大家喜歡先輩車 對不對 我就要跟著買先輩車 當初買來說其實 Focus五門的主要比較多 可是我還是想要買四門 欸你看 五門可以輸比較多 它沒有要四門 我就是想買四門 造成人家困擾 它有還要再生產 因為他們本來抓緊的 大家都會買五門 五門生產一堆 賣不完 就遇到我這種的 我很欣賞這樣 就是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東西 對真的就是買自己喜歡的 不會因為說業務可能 當時搞不好也吸引你說 欸五門以後賣比較好借啊 一定有這樣洗過 一定有啦一定有 就差價差一萬塊 我沒有選 五門可以再多便宜一萬 對再便宜一萬 我沒有選 可是我說實在的 我認真講 現在如果真的在市場上估 反而五門的還價錢比較好 所以當初它買便宜 現在又可以賣比你更貴 其實有點乾 不過它都講了 還好啦 我都開福特了 我還管什麼折銷 這剛剛他自己講的 不是我講的 我要買折銷比較好的 我就開T牌就好了 這就像說 欸你不要泡麵吃那麼多 對身體不好 你就說我都吃泡到了 我還在乎我的身體好不好 這件事嗎 那看一下後車廂好不好 因為剛好 我覺得很剛好 你也是四門的車子 剛好可以跟你的車 做一下比較 我的應該比它深喔 對 可是它這個開口是比你的窄 比較窄 我相信可能它後玻璃做比較大片 對 像這種高級車它就會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它不讓這個板子在這邊跳下去 故意就幫你做一個扣子扣起來 讓你比較方便 那它那時候已經沒有備胎了 它已經是放補胎劑了 放補胎劑 所以它下面已經沒有空間了 不過我覺得像這種 有時候高級車並不是說它科技多高等等 它只是說它做車比較細心一點 在細節的地方比較下功夫 對 所以像這種小東西 或是這種自鎮的墊子 還有這個桿子的防護 這邊也有軟墊 所以它其實蠻細心在很多細節的地方 我記得今天這台很剛好 它這台180匹馬力 24.5公斤米 所以跟你的數據好像蠻像的 好像差兩匹馬力而已 扭力而已 那扭力多少你知道嗎 很像也245 好像剛好一樣 差不多 但是你那三缸對不對 我們四缸怎樣 多一缸 多100cc多一缸 多一缸 來看一下它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它是佃色內裝的 它是雙電動椅 然後駕駛座有三組的技藝 然後它這個就是做一些木頭的示板 這個就是使用前那種感覺 所以現在看也不會覺得它有多老氣 有吧 有一點老氣 稍微啦 門一打開就覺得 這應該有年紀的人在開車吧 你看它中控螢幕 Volvo都習慣坐這樣一個人 在坐在中間 就這個嘛 但其實不是難看 對 它是好看的 不是你要到一個年紀 你才懂得欣賞它的美 空間啊 空間上面 你要不要先調一下你的座姿 等一下看一下後座空間如何 OK嗎 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後座的空間 順便比一下 我覺得應該不會比你的大 嗯 我不知道 我今天Focus空間其實算大 它不錯 對 它不錯 來上去看看吧 不是啊 你有坐過你自己車的後座嗎 很少 不過它比較倒一點 它比較躺一點 像是如果是單獨再長輩的話 我會想要做負架 Focus的負架比較好 Focus的後座比較滑 會滑 會不會太硬 也沒這個軟 也沒這個軟 就算斬什麼軟 也沒這個軟就對了 也沒這個軟 我那台車是前座已經頂到的 對 那這台車的後座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比較嬌小一點 其實空間還是留很多啦 這可能比較高大的 可能還是小時刻在 我應該就會頂到 你可能會頂到 那你的車後座有出風口嗎 我有 它這個Volvo的車後座出風口是在這 它坐在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對啊 在B柱上 這邊有個點燃器 這個如果讓我坐 駕駛坐在座後面的話 我看後面可能沒位置 好我來試一下 我先調一下我的座姿 來 178 公分 其實沒有頂到 其實還好 差一點點 半個拳頭 因為它這裡有挖進去 對 要不然我可能就直接頂到了 這個車有一個通病 偏棚很容易塌下來 那我坐在這邊 基本上我的視線都被吸住擋住了 其實它後面的玻璃做得很小塊 然後這個門板做得比較高 所以它給你的乘客 更好的防護的感覺 有沒有 你看其實它這個門板 還滿座比其他車高 對 差滿多的 對不對 它關起來已經到我肩膀 快到我肩膀了 對對對 那基本上啊 它這個配置啊 跟那個時代 大概2011年左右的 Mondel的配置 其實長得滿像的 管件的走向啊 進氣的走向啊 其實都很類似 水箱的蓋子 或者是魚刷的蓋子 其實都可以拿來比一下 根本可以拿來比一下 對 其實那個時候 因為都弄在一起 那個年代 連Jaga都可以去比 我神經就比過Jaga 我記得是一個引擎前面的 一支含氧感知器 我就去比過Jaga都壞掉了 然後就拿福特一比 可以耶 可以啊 不算 塞福就說 啊你塞看看 木頭頂就好了 這開一開就 沒有亮燈 也沒亮燈 價錢大概是一半 對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 它的這個時候啊 其實它的這個前蓋 已經不是鑄鐵的 來 你可以敲敲看 它是塑鋼的 是耶 對 這個是板件 但是它的引擎蓋呢 它把重量偷輕了 所以你不覺得 你看那個魚抓蓋 沒有跟你的有一點既視感嗎 真的蠻像的 很像 欸我現在發現 這台不只改那個 這台有改避震 對它有改避震 你看它在這邊 它不一樣的 等一下試一下好不好 可是我覺得 剛剛我開過來 我沒有覺得特別硬啊 我知道 我知道它可能跟他老婆說 他去保養 然後那個師傅送的 保養五次 急忙五次 急忙五次 送一支避震器 然後再來這剛好十次 所以兩邊都換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它這個應該是 可能 你調太硬 老婆忙就知道了 所以你看這種 低調的好男人以外啊 我有稍微要想要 小熱血一下 我覺得這 有可能偷改的機率蠻高 因為它也蓋著啊 那個老婆不會開蓋子啦 開蓋子來看啦 應該機率很低 你不要讓它感受出來 就OK了 這台車的重量 比你的車重100公斤 然後 但是馬力速差不多 不過它配的是 雙離合器的 叫做PS的變速箱 剛好你那個是巴數自排 也不是雙離合 所以你剛好等一下 你可以試一下雙離合器 第二個去測試一下說 這個車比你的車重100公斤 到底加速起來的感覺 跟那台車比起來如何 好再試一下速箱 好下雨了 上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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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那我們今天這一台 那個11年的S60 我們是1.6渦輪的旗艦版的 它很簡單啦 你就看有沒有天窗就知道 那它配備也比較好一點啦 例如說跟車的系統啊 你想想看喔 2012年耶 10年前這個跟車系統 我記得Level 2最早 是不是就Volvo叫他們做的 對 盲點系統也是它最早 所以Volvo一直以來 它們在賣車都是 就是它們的安全配備 都會給的比較提早一點 就它以前這個時代 也還沒有賣得現在好 我覺得它現在的Volvo 是真的賣得非常好 大家有看見這個品牌啊 而且我跟你講 它以前在這個時候的時候 折價還算是很兇的車子 現在你看到那些Volvo 比如說你市面上看到那些XC啊 什麼那些 比較主流的車款 對 其實它現在的折舊 已經沒有以前那麼差了 我覺得這個牌子其實也滿低調的 很多老闆喜歡開車車 Volvo車有很多是那種 它不是沒有錢 但它覺得開雙B太招搖 對對對 一二B 對 但是它又蠻講求安全的 講一個玩笑話 有人說有錢就嚇死了 所以它們就會又傾向想要買一個很安全的車子 所以大部分這樣的人都會買Volvo 買Volvo 剛後面那人搭四節急煞車你撞到我們 真的喔 對它車頭都往旁邊打 它撞到我們它倒楣 對啊 這比較厚 欸我這Volvo咧 傳說中緩送區坐在別人車上的車 潰收區坐在別人車上 你可能應該有開過Volvo車吧 有 就是S60新的 沒有開很遠啊 就是大概十來分鐘的路程而已 其實給的感覺是蠻好的 鋼性夠 然後車又穩 那我也來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現在開起來的感覺 那我現在大概的分享 等一下換小韓開的時候 看看你的感覺 跟我感覺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車啊 它雖然是1.6D 而且它車重其實蠻重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油門的設計啊 蠻輕盈的 煞車也是喔 加油踏板跟煞車踏板 的回饋力道是比較少的 所以當你踩起來會覺得很輕鬆 滾流滾流 爽爽啊 這樣你知道嗎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啊 我覺得Volvo車從以前到現在 就是每次開到它 都有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的感覺 就是啊 你會覺得你開著一個大鐵塊 就是它那種龍型結構 全部絲絲相扣 扣在一起 也就是說你過一個坑洞啊 你會覺得 它的那個震動是整台車 是一個龍子跟著跳動 一般的國產車或是汽車 其實有時候它會比較軟一點 所以說有時候你經過一些坑洞啊 你比較不會有 你的結構是很完整的那種感覺 等一下你可以體會看看 滿有安全感的啦 然後還會體現在 除了這個 過坑洞的這個 反饋以外啊 可以 對 它的風切聲幾乎是沒有 對啊 還滿意外的 這這麼久的車了 對 然後包含底盤 我坦白說 這裡風切聲稍微大 因為我們把電動打開了 其實這關起來的聲音 這更小 是有差的 對 它其實剛過程中 都是很舒服的 對 而且椅子是不是很好坐 對 這不錯 再這樣講下去 我可能下面一台就要買 要買BOBO的 有機會啦 對啊 不是它能就是 對啦 一步一步的嗎 有那個機會去接觸的話 和和防部嘗試一下 而且我坦白說 你又有在做生意的人 做生意的人 其實我說實在話 有時候還是必須要給 不管你的上游廠商 或是下游廠商 還是要有一點點的給 有派頭啦 有一點點的派頭 當然不是說我們要炫浮 可是這個車其實 在客人應該也是那種 覺得很安心的感覺 對啊 多一份穩重感啦 因為你本來開四代Focus 其實它整個變速箱 什麼應該也 蠻完整 蠻好開 蠻順暢 蠻優秀的啦 對 只是我對於Focus的 你這一代啊 我會覺得說 它的那個彈跳 比較直接 對 比較明顯 所以我覺得 你這個車開起來 待會你開 可能會跟你的Focus 有一點點的既視感 但是呢 你會覺得 可能是一台板心更厚 或者是車重更重的Focus 它這一代的變速箱 是那個PS的變速箱 也就是那時候 跟福特是一樣的 濕式的雙離合器 雙離合器 那以前有個說法啦 就是它那時候 有分這個 乾式跟濕式的 據說啦 還有據這個經驗 統計起來 濕式變速箱的 故障率是比較低的 那它比較多 會出現問題 其實是在漏油 因為當初它這個變速箱設計 有一點 也不能算瑕疵 可能它材料上面 會比起其他的車 油風老化來的快 所以其實時間到了 通常都要花一些錢 是 處理這些漏油 其實我們賣很多S40 S60 坦白說 我們修到變速箱的機率 也沒有很高 那我因為我剛剛 為什麼頓捏捏一下 因為其實福特變速箱 我們修理的機率 稍微還高一點點 但是因為不能這樣比 因為福特的數量比較多 對 你在這邊來講的話 對 以我賣出去的數量來講 其實Focus的數量 3.5代其實也賣得滿好的 對 但是也是因為這一代的變速箱 也是因為這樣 它又換回8FV 不過我覺得這台車 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它的電腦程式 雙離油器的電話箱 開起來 沒有像福斯系統那種動態 其實如果不是像我們這種 開過很多車的人 搞不好不知道它是雙離油器 我不跟你講 給你開 你可能不知道這是一個 雙離油器的電話箱 這台媽我開我 以為是採油了 怎麼那麼有力 它那個 應該說它渦輪介入的比較早 再發力還滿好的 其他支撐器還是有 但是你的側傾不會這麼嚴重 我覺得跟椅子也有差 椅子也有抓住的感覺 A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好 先讓你感受一下 再看看跟你的Focus 有什麼不一樣 雖然世代不太一樣 因為你也是新世代的車 對啊 對 它那個換檔的邏輯也不太一樣 換檔其實滿快的吧 很快啊 但是低速不好開對不對 對 低速你要習慣一下 慢慢出來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小爆衝的感覺 對對對 你要低速的時候 因為這就是雙離油器的罩門 就是在低速的時候 它這個在中速高速的時候 反應滿好的 我覺得它的極限感覺滿高的 極限感覺滿高的 對啊 那下雨天它其實 它也感覺還是滿好的 刹車也稍微習慣一下 對 它刹車距離比你想像的長對不對 長滿多的 對 它力道感覺在滿後面的 因為我就覺得它把踏板 油門跟這個煞車踏板設計得滿輕的 就反饋感很大 不過這種比較大的彎 其實它在過沒什麼壓力 還滿舒服的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開Focus的時候 有時候一些像是高速公路的紮道 對 開快一點的時候 有時候過升縮風會有跳出去的感覺 會有那個不安心感 對它有一點快要 就是過那個 撇一下的感覺 要撇出去的感覺 撇一下的感覺 但是這個車我覺得不太會 它抓得更牢一點 可能也是因為車比較重一點 對 它壓得住 跟Focus我覺得算是滿大的不一樣 我剛剛其實我看那個數據 它其實兩台車的馬力跟扭力 是很接近的 很接近 182 24.5 那Focus的數據 它這好像180吧 畢竟可是它也是有些年紀 可能有稍微的衰退吧 一定啊 一定會 一定會有些衰退 可是開起來感覺還滿舒服的 不然你本來還沒有來開的時候 你的想像是怎樣 哈哈哈哈 我也想說 十年車應該就這樣子 感覺就比較軟吧 其實它還是要硬氣 也是滿硬氣的那種感覺 可能給人感覺就是 平時可以當個好爸爸 然後想要小熱血的時候 也是可以 好像可以 可以小玩一下 我這邊也可以跟這個觀眾朋友 分享一下我們比較常修到 這個S60的一些零件的價格 很像六角鎖 它的六角鎖設計很奇怪 就是你開門它不會有那個卡拉的感覺 就是你只要把手開然後推出去 你很多時候你以為你門沒有開 因為它沒有那個卡拉的那個感覺 六角鎖很貴 六角鎖一個要六千塊 然後它的皮帶都大約在兩千塊左右 避震器一支是四千塊錢 來令片呢 一般也在兩千塊到三千塊左右 水棒鎖正常的在五千塊錢 那墊片那些滿便宜的啦 墊片那些其實跟國產車價錢 不會差太多 床洞軸的防塵套正常的 就要兩千五百塊 然後考爾一支大概三千塊左右 大概是這樣的價錢 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其實它這台車爬山很有感 我剛剛有一度我不是說 我還以為它是柴油車 其實它的力道很夠 就爛了 有稍微體會到說 為什麼越來越多人喜歡開Vovo車 它其實整個就是 真的像小資哥講的 一台大鐵塊的感覺 有喔 有大鐵塊的感覺 你有感覺到 是一整個車體這樣過去的感覺 對 它就是這個起步 有點斜坡起步感 對對對 有點那種開手排車的感覺 但其實它速度上來以後 你就覺得 其實是很好開的這樣子 就是大概脫離 30公里內的時速之後 變速箱給的感覺 跟那個 踩油門的力道回饋蠻好的 對啊 油門下去說 力道是又馬上出來的 真的蠻好玩的 哈哈哈哈 來吧 給你總結一下 開到現在的感覺吧 我覺得這台車 開起來的感覺真的不像一台 已經十來歲的車了 不像喔 還是有會讓人就是 想要熱血一點開的感覺 你會覺得你的體積很大嗎 我說這台車 對你開起來 你會覺得它體積很大 不會不會 你不會覺得 我覺得跟我自己的車感覺 差不多 沒有差 低速的時候你會有點好 對就是 還是有點頓得意感 雙里尤其很糟 這個以前 我也是有這個感受 但慢慢的其實 稍微經驗研究一下 其實雙離合器在低速的 你想要開得舒服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你不要半含油門 對對對 你如果半含油門的話 有時候呢 它會拿不定主意 你到底是想怎樣 對就會比較不明確 那就容易有頓挫 有沒有 你現在你不知道該踩油門 或者是該放開油門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頓挫 對對對 OK 總結一下 我們再總結一次好了 你今天你開這台車子啊 它是還有改避震器啦 所以它支撐性 真的是還不錯 對 我在想之前 可能會稍微再更軟掉一點點 它還是比較家庭取向 就像我們剛剛講 它可能怕被老婆發現 對 所以它兼顧一下舒適度 然後自己想要胚的時候 真的跟你講的一樣 它自己想要胚的時候 搞不好 它胚得很爽 它搞不好舊條 對 我是覺得 如果不跟我講的話 我真的很難去判斷說 原來這其實是一台 十幾歲的車 對啊 其實它開上來的操作 油門的反應 其實給的還蠻夠的 可能跟FORCE比較不一樣的點 就在於說 變速箱給的反應 畢竟一個是AT變速箱 一個是雙利盒器 對 其實不太一樣 AT變速箱可能真的在 30公里以下的表現 自然是比較舒服的 可是這個在 剛剛的開車的感覺上 就是覺得說 它的確換檔的速度啊 地道上的傳遞其實是蠻好的 對 它就是低速 就像你講的 二檔以內 30公里以內 30公里以內 你會感受到 我講的那種盾丁 或是乳洞的感覺 但其實它速度起來以後 它那個跳檔超快 對 它換真的快 油門的回饋感啊 蠻好的 又因為就是前車主的 小改車的關係啊 所以其實剛剛在過彎的時候 就是覺得自身性 其實也是蠻夠的 對 所以這樣子喔 今天你這樣試完 你的FORCE之後啊 如果你假設 你想要換下一台車 你會考慮BOBO的車 其實我一直都有 考慮他們家的車 他一直都是在 在考慮你 那今天開完是加分還是減分 我覺得是加分 我這樣問你怎麼 感覺好像在幫BOBO業配 問你說那你會不會考慮我們家的車子 感覺這樣 有點像喔 沒有 這沒有配 其實沒有業配啦 其實他家的車我其實 本來就有在考慮 印象分就不錯了 印象分就不錯了 對這個牌子本來就有在觀察 對對對 真的這幾年BOBO車路上的確是越來越多 可見度也越來越好 對 但我真的覺得喔 這個跟一個經銷的努力 也蠻有關係的 對 對阿 你必須要努力的深耕 然後讓大家覺得說 後勤方面 給力 那我覺得大家就會 對你的品牌的疑慮就會比較少 這就跟那個什麼牌子啊 Saba Saba評價到現在一直都很好 跟經銷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而且經銷還不用多 對 你看Saba其實經銷沒有很多 對 還是因為它沒有很多 所以它才可以這麼認真做 因為多就爛了 有沒有可能 對 賺不了錢啊 對 越多間 就稀釋掉了 對啊 成本壓力越大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那其實車商有在努力 其實是會感覺到的 好啦 今天非常的感謝 一趟路從屏東上來 為了見小事一面拍個影片 做留念 屏東耶 沒錯 忘記你叫你幫我買一個 那個 豬腳 欸不要看耶 剛一聊下來我才發現啊 我只比他爸小六歲而已 夭壽啊 我 他們說 誰媽可以生的貴魚 我無理我 感覺好討厭 怎麼感覺我跟他爸是同輩 這種感覺其實不是很好 哈哈哈哈 不會啦 這種感覺不是很好 我以後會不會 會員推車拍到後面啊 對啊 客群年紀越來越小 無理我 來的小朋友都可以當孫子了 我就昏倒了 好啦 那這個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像Focus其實小事哥這邊有一台大爆改的 喔你說二代那台嗎 對對對 對我們有改過一台二代 我跟阿呆改 你知道阿呆那麼多清純嗎 我們把那車整理完賣掉以後 阿呆還偷哭耶 超好笑 乾脆 有那個 有愛上自己家小姐的嗎 賣出去還會心疼 對這是我們酒店業的大忌你知道嗎 不能被自己家小姐下手 會更能動情的 對對對 摸越多車就是這樣 其實像我當初退伍的時候 我自己在服役期間開了軍車 要退伍的時候還是去看一眼 還是覺得喔 那你對軍車也會捨不得 這蠻難得的喔 跟三年了 對啊我開那台軍車 三年下來隨便跑也有快10萬公里 其實是還是覺得那種 因為你是坐駕駛我剛剛有問對不對 剛剛是不是要問你是做什麼駕駛 是駕駛兵 駕駛兵嘛 所以其實那個時候覺得那種 跟自己戰友要分開的感覺 對啊 蠻有趣的 看你沒有問啊 我可不可以把他買回家 我想買 那跑上了3萬了 我會開一個軍A軍B在路上會不會 我現在連車牌都記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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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